齊宗万岁 人犯全部带到都在外面候审 好 我们一个一个的审 是 周大人 他们已经察觉了 王姐已经放了 那五名和公也被他们转移了 这样一来 皇上天神没多大意义了 未必 周大人 没跟您商量 我安排了一处好戏 别弄一强 待人犯 未如 待郭小柱 待人犯郭小柱 未如 皇上 小人冤枉 人犯 你是做什么的 放个儿跑堂的 那为何传抄罪己诏 小人冤枉 请您老爷 皇上 小人您自己名字都不认识 如何抄解罪己诏 你不认识字 是啊皇上 那 他们为什么抓你啊 你有所不知 您万岁爷一身殿下 这下边抓人 一周一县 一村一宝 都分的名额 我们在这街上分了十个名额 抓了九个 官阵乃我们放口吃饭 我就问 那罪己诏是什么呀 嘿 那官阵就指着我说 你说那罪己诏 正好第十个 抓走 我 我要是等他们抓个十个再说 也不至于诺之现在这样 哎 行了 下去吧 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带赵继梦 带赵继梦 唯物 酒不跪了 好 好 报上名来 赵继梦 会写字吗 会写五个字 哪有五个字 一盒是个一字 两盒是个二字 三盒是个三字 这样一下再这样一下是个人字 那 你知道 罪己诏吗 原来不知道 关在大牢里就知道了 那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皇上给自己定罪 他们说当官都是给别人定罪 定了罪就能收别人的银子 皇上给自己定罪 喊姑妈没人给他送银子 那你说皇上 是不是有点傻呀 嗯 是有点傻疯的阿蒙泰安知府大人 肯定是给别人定罪 收别人的银子 瞎说 敢知道你的官最大 哎 你怎么知道我官最大呀 你坐中间 按娘说公堂是要坐中间的官最大 啊 好了 你去吧 哎 小孩 你还没说 他们为什么抓你啊 阿姨阿娘来的 阿妹白来 回头我会告诉他们 什么叫醉脊子 我还在大牢里吃了玉米馒头呢 童言无忌呀 皇上 微臣觉得没有必要再审了 好了 不审了 其作万岁 还有一名人犯一定要审 算了 都是鸡铃狗碎的 你说的人犯它叫什么 名单上写的是 袁大头 说是从京城来的一位药材商人 而自己报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 农才实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就把他也递了来了 皇上 咱们再审一个吧 好吧 好吧 把人犯带上来 带袁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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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万岁 万岁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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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李世尧吗 怎么是袁大头呀 袁大头 皇上圣明 像这样的袁大头 在牢房里还有很多很多呀 这也太离谱了 快把刑具给他卸了 这 李大人 卸我帮他你 我可不要 我爱我呀 这玩意怎么卸呢 在这儿呢 李大人 说我这去了 别急别急 胡子胡子小心 你个小童子 李爱卿 你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啊 万岁 这 都是和尚这个小兔崽子给弄的 和尚 李世尧乃朝廷大员 你竟敢私自把他抓了 你知罪吗 皇上 从事找来 你是怎么抓的李世尧的 农才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农才实在是把他从 从那个太安府的大牢里提押来的 大牢里的玉律跟农才说 和尚 都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搞的 万岁 臣乃当朝二品大员 可是和尚他竟敢这么侮辱臣 万岁您得给我做主 李世尧啊 你不是不知道 和尚并不是太安府的官员 如何把你打入太安府的大牢 福长安知道这事吗 打入太安府的大牢 应该是福长安决定的事情 皇上 下官实在是不知巧这件事 下官怎么敢 把顶头上次抓起来呢 一定是和尚打的鬼啊 没问你们两个 万岁 这和尚请我到支玉酒楼和支玉红的时候 我们当时谈到了坠机兆 当时呢我们没有穿朝服 这几个太安府的亲兵呢 听我提到了坠机兆 就说我口传坠机兆 就这么糊了糊涂的 不容分说的 就就把我关进大牢了 皇上奴才还记得那个领头的呀 说了这么一句 他们几个一共分到了三十六个名额 可是现在呢只抓到了三十五个 还差一个 正好李大人去凑数 就凑成了三十六个 他们就算完成任务交差了 你 万岁 这跟郭小柱的情况类似 听起来和尚跟着没关系啊 是啊 既是太安府抓了你 跟和尚有什么关系啊 万岁啊 这肯定是和尚搞的鬼啊 这肯定是和尚搞的鬼啊 当时呢我想亮明身份 可是他跟我说 说是这个我们是微服出来喝酒 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 对啊 他就告诉几个亲兵 说我们俩都是京城来的药材商人 他们叫和妻 我叫袁大头 万岁您听听啊 他叫和妻 我叫袁大头 您说说他这用心 他和其毒也是他 万岁圣明啊 您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我跟李大人 真是从京城来的两位 药材商人的话 那这冤大头可就当定了万岁 和尚不许插嘴 这 你知道陷害朝廷大员 是什么罪吗 你有几个脑袋呀 万岁您得给臣做主啊 这和尚陷害朝廷大员 他他罪不容赦呀 万岁和尚自然有错 但还不是元凶 这两位 才是真正的元凶 傅长安 这些都是你抓的人 全是机灵狗碎的 抓了一位大员 倒是你的上司 你好大的胆子 董事 对抓李总督大人的事 切实不知 很可能是下属 不无之所为 待我查识 一定严办 行了 你们两个 甭推出责任了 让他们在街上乱扎人 这道命令 难道不是你们俩下呢 赛官查抄罪几招 是否李总督大人之事 并非自作主张的 你是说李时尧被抓 应该由他自己负责 你对和珅 是新存袒护啊 有事说事 扯什么新存袒护 连皇上都知道 我压根就不喜欢和珅 何谈我袒护呢 其实你们的心思 就是秃子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事 刚才那孩子一句话 提醒了皇上 你们连孩子都动员起来 宣传罪己诏 这是什么道理啊 其实明摆着的事 你们和罪己诏 遥相呼应 臣绝无此意 绝无此意 绝无此意 是和珅倒的鬼啊 怎么是和珅呢 你不是说你和珠龟不和吗 怎么变成了和珅了 有了错 就往别人身上推 有了功 就往自己头上记 我伟臣是一片苦心啊 朕明白你们的一片苦心 好了 你们不让朕下江南 朕就不去了 臣绝无此意 绝无此意啊 绝无此意 还想骗朕吗 孙世义 从即日起 你不再是山东巡抚了 只做和督 就管修和堤的事 你真看哪 你无所用心哪 也干不了什么正经事 李世遥 臣在 山东巡抚就由你兼人了 臣领旨谢恩 起架 和珅 和珅 你出来 这 和珅 你也学会了惹试试吧 你跟猪龟学 你这是在玩火 小心把你脑袋玩掉了 那是 我才靠试试情皇子 今天要不是恶鬼跟你说情 我真想把你脑袋给拧下来 李世遥乃是朕的骨弓大臣 你敢耍笑他 这不是成心给朕为难吗 罗太不敢 罗太是替皇上办事 你替朕办事 皇上 有了 有了原大头 那牢狱里的冤大头 就不用皇上操心了 百姓们一定会称赞 吴皇圣命啊 冤大头 冤大头 冤大头和冤大头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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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道 错了 总 我应该称呼您呐 何道寻补 总督大人 你看呐 今儿个 这可是您自个儿 吞进一个刺猬去 这刺猬怎么能吞进去啊 您真有刺啊 吐又吐不出来 咽又咽不下去 你说 这是这怨谁的 李时遥 这件事你可不能赖别人 都是你自己下的套子 把自个儿给套上 你让属下把你关进大牢 用尽心机地唱了出苦肉祭 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皇上南巡 那又何必编瞎话 陷害和珅呢 你不想想 和珅能调动得了 福长安手下的亲兵 幸亏皇上天资聪慧 没上你这个当 你们俩听着 赶快把抓的人给我放了 免得皇上过问 袁大头 袁 袁 袁大头 你平时不是讨厌和珅吗 你怎么袒护起他来了 我是不喜欢他 可他办这个事让我开心 袁大头 这名字起得真好 我明白了 你知道是和珅搞的鬼 我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 你们俩是和珅的后台 哎哟 李总督大人 您可不能妄加罪名啊 都是你们俩策划的 做路作哑 我说你们也是的 我在牢里关了两天了 你们就愣不知道 不 两天没见总督大人 我们也着急啊 谁想到您让和珅给算计了 进了牢房了 我 这 把那小子给我抓来 哪个小子 就抓我那个小子 我要亲自收拾他 他是谁啊 他是 你的首相 您问谁啊 大人 我这就去查 你说福长安 已经把彭家平他们 转移走了 转移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我不知道 按咱们事前约定的 把彭家平他们几个合工 和王杰呢 一起齐来 交皇上亲审 福长安呢 把王杰无罪开示了 你把那几个合工 给押走了 押到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一定要把这个地方 搞清楚 不然的话 他们就会杀人灭口啊 你说彭家平他们 有生命危险 皇上在这儿 这个李世遥 还不敢造次 你别看 李世遥一见五夫 可他办事啊 一向谨慎 什么孙诗意啊 福长安啊 他们办什么事 都得听李世遥的 不过呀 时间久了 那可就难说了 我真没想到 在我的地方 和尘居然把我们都给玩了 他连总督大人 都给害到监狱去 我问过那些差异 何时提人范叔 他只要布识字的 这口气 我实在咽别去 行了行了 我当了两天冤大头 蹲在牢房里边 我能咽下这口气吗 谁让你们抓了那么多 布识字的 阿贵这个老东西 明明是他 不乐意皇上下江南 利用罪己诏来牵制皇上 妈呀 却把罪名 夹到我们头上 最狠的是 猪龟跟和珅 和珅这个小兔崽子 诚心跟我作对 给我起了个 冤大头的名字 让朝廷上下取笑我 好啊 等皇上走了 我就一刀一刀地 收拾这个老猪龟 和珅你能跑 那猪龟 可在我的手心底下 大人 是不是往彭家平他们 彭家平的事 总督大人 您要当机立断哪 是该动手了 这次多亏了你们俩 多了个心眼 要是让和珅 把他们弄到皇上面前 那吃亏的还是咱们 你现在安排下去 我马上禀告皇上 隔遍于党 一个都不留 你不要 又是 你会不会 这下来 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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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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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女跟爷爷吵架 不碍事 没什么大事 我现在正忙着 一会儿啊 我陪你去登泰山 站到山头上 你往下一看呢 马上你就会开心的 你怎么还留着那个 罪济账 不是罪济账 是 是我为你写的诗 问我 诗下有新人 我专门给你写的 我在牢房里头 想你的时候 写了好几首给你 来 大 成 来了 稍等啊 读的是情诗吧 何大哥 何大哥 不要乱猜啊 哎 何大哥 说说你吧 我倒是觉得你神神秘秘的 我神秘 那可能是因为做药材生育的缘故吧 算了吧 上一回见到我爷爷的时候 你一爆出药材的名 我就知道你不经意药材 下一回呢 想要撒谎 就找一个你熟悉的事来蒙人 我让你熟悉的 喂 麒麟姐 麒麟 你别让我去找我朱大人 他们要砍我爹的头了 你爹 你爹不识字啊 他们怎么 没有 他们这次说我爹 是戈面于岛 跟我爹一起的四个合宫 都要被砍头了 你这个傅长安 真是胆大妄为 走 去见恶恶恶大人 王姐 这样 你要现在就去找朱大人 请他立刻禀坐皇上 我呢 直接去法场 遣求刀下留人 好 来 巨仙 你必须跟我去 直接见恶重他 他这个人不太好说服 你必须当面向他陈寝 知道了 我们现在走吧 好 走 站住 我有钥匙要见恶重他 这是你吗 像不像三分样 就算是吧 那得了 中坛当然吩咐够 华下这个人不能进去 何大哥 这个怎么办呢 别急别急别急 我说 我真有钥匙要禀报恶重唐 要是耽误了你们可担当不及 别急 你饶了我们哥几个吧 这不是我们的意思 是中堂大人给了画像 做了交代 放你进去 我们就得丢饭碗 何大哥 你怎么得罪恶大人了 我没有 我没有 恶重唐是当朝守抚 我怎么会得罪他呢 没有 我说 我们更不敢了 你都不让进 你带来人 我们更不敢放进去 好好好 我不为难你们 不为难你们啊 何大哥 没关系 别哭 局限 有你哭的事儿 我看 我看 缓得 王 今生古来汉城月 薄薄们盼望监青天 杜一神大人哪 你可凭借 这什么人在这儿傻让让呢 这不是盒子管吗 兄弟 麻烦通病医生 我有药室要捡恶中堂 不敢当 不敢当 行 别让盒子管在门外站去吧 请盒子管到门房烧 我先去禀报 当然请 朱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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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府要杀害彭家平 您快想办法救他一命啊 最近赵一万的 厄中堂已经让布昌安放人了 这个布昌安胆子也太大了 听菊仙说 这次抓他爹不是为了罪己诏 是割遍于党 按过大清的利率 割遍的是死罪啊 朱大人 这是杀人灭口 嫁祸于人哪 他们是害怕彭家平 揭发他们贪污修筑地坝躺淫 和中保私囊的事 我马上回去灭见皇上 布昌安之所以这么胆大忘围啊 背后 有孙世义和李世遥给他撑腰 他们三个人啊 狼狈为奸 日观仙云随凤年 天门瑞雪照龙衣 耳灯泰山万寿无疆 老爷 老爷 和珅来了 不见 老爷 那我怎么跟和珅说呀 要直说不见 不太好吧 怎么说他也算皇上身边的人呢 老爷 我正在给皇上写此次封泰山的名文 明日就要磕石碑 去吧 告诉 任何人都不准打扰我 那我就说老爷在睡觉 他要等着不耐发了 他自己就走了 给皇上当差 谁不给皇上当 何总管 不巧得很 昨晚上我们老爷写文章 一直忙活到身影 这会儿他正睡觉呢 可我这是要命的事啊 是吗 那 你再等等 谢谢你 我再进去看看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何总哥 他不是去找去了吗 他不是去找去了吗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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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师爷 朕看你这奇异还行啊 不 你现在不做巡抚了 没有证物 就跟随着朕 陪朕说话吧 哎呀 师父皇上 是奴才的荣幸啊 奴才随时等候 皇上您的召唤 咱们今天可是其有啊 咱们就不拒你君臣礼节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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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下 陪朕下 皇上 您乃是真龙天子啊 奴才七堪与圣上 您平起平坐来的 提到皇上 几宁之舟诛归求见 传他进来 善诛归进见 吴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臣有十万伙及的事情 要禀道皇上 是伪造罪己诏的元凶找到了 不是啊 皇上 是五条人命的 皇上 接着讲啊 是 皇上 太阁之谱补偿案 今日五十三刻 在城西门外法场 要杀五个河公 不知皇上可曾听到过吗 是刚刚查获的隔店鱼档啊皇上 是 朕准奏的 怎么了 皇上 欺负皇上 臣恳请皇上赶快下一道圣旨 暂缓行刑 但查清事情的真相 再欲定夺 朱贵 隔变一事 太安之府查出后 是李董东亲自督办的 暴躁万岁 是皇上亲自核准的案子 你也想推翻啊 你比皇上还高明啊 孙世仪 你啊 你巴不得这五个河公一死 你什么意思你 什么意思 你现在虽然不是寻谱了 可是 可是你还是河道总督吧 这五个河公要是一死 你那些贪污的肮胆事儿 就没人给你揭穿了 你这个河道人 总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你一拍胡言你 住口 朱贵 朕看你是老毛病幼犯了 你忘了朕为何把你发配到济宁了 万岁啊万岁啊 臣不敢忘记啊 可这是五条人命 不能等先是之 就皇上树下正知 是 微臣赶往靶场 刀下留人 待查明事情真相 如果真是搁便于党 再杀不迟啊万岁 这个奏折 是朕亲自核准的 朕老实告诉你吧 杀他们哪 是朕的旨意 这些个刁民哪 替发搁便 蛊惑人心 到那时候啊 就会蔓延各地啊 不仅山东 连河南山西 江淮 两广地带 也将死灰复燃哪 到那时候 我们怎么收场啊 啊 这种厉害关系 你难道就掂量不出吗 万岁 杀一锦百啊 昭示天下 如此行事 隔便之风 定会得到制止啊 提发隔便 提发隔便 不可轻乎 提发 避诸 隔便 避止 不然 就危及我大清的组织 主鬼 这 你担当得起吗 万岁 您的意思 是要杀一锦百 就是说 这五个河宫 管他是不是 隔便于党 都一定要杀头 是吧 如果是这样 万岁 臣 无话可说 混账 你看 污蔑皇上你 你说 朕 是那种五道昏君吗 啊 主鬼啊 你一下犯上 朕哪 就先砍了你的脑袋 万岁 君教臣死 臣不得不死 万岁 既然听不尽 为臣的 赤心忠告 臣也 无法挽救 那五条 无辜的生命 既然 皇上让我一死 我也愧对那五个河宫 今天 臣 臣 虽那五个河宫一去 臣 死而无怨 主鬼 你还逼朕 来人哪 主鬼 你心目中没有君臣礼啊 一下犯上 把他拉上去 斩首始终 万岁 臣 臣愿跟着五个河宫 共同受刑 准啦 把他交给李世尧 河内五个人 一起战手 扎 臣 朱龟 谢皇上 出来出来 全是这个朱龟啊 朱龟 他这是目无上上啊 竟敢顶着皇上 事可忍 孰不可忍 可气 敢杀人 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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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管 我们老爷还没醒呢 要不明儿再来吧 这个怎么办啊 何总 你去先别急别急 我想想我想想 能够拿笔墨直验来吗 行 何大哥 你先用笔墨直验干吗呀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别急别急 好 我愿意 能够拿到一堂 你会把你干的 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何总管 你就饶了我吧 你看 你看 怎么回事 这姑娘是何总管带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是正安爹 安爹冤枉 成上来 何臣 你可知罪 人命关天这么大的事情 你还磨磨蹭蹭 还有心长喜 是 是 是 在下的不是 在下之罪 赶快被马射 我到法场救人 千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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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老夫一会儿到法场 你爹爹不为强暴 我一定要救下他们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去圣上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已经去禀报圣上了 一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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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